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每当在用餐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没有胃口 如果胃口还不错 很好 生活就够得好了 所以我吃的时候非常重视 比如说少油少盐 少胃精 甚至不要胃精 我很常常吃的是食品 很少吃就是加工产品 加工食品 我吃食品的时候是看它有没有是原貌的 看到它原来的样子 至于喝方面呢 我也很少喝吃剂的东西 可乐 咖啡 茶 碳酸 饮料 酒啊 这些我都不喝 我都以开水为主 每天喝2000cc以上的水就是两公升以上的水 这是这是我衡量到底生活过得好不好的 其中一个叫做吃 再来就是拉 拉是代表拉撒 拉死 撒尿 我有时在工作的时候会进入心流的状态 会忘我 所以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拉撒情况 不要忍 有死有尿的时候就要赶快解决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不重要 然而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 因此常常要听听看自己身体对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有需求的话一定会发出讯号 而我们要去重视他 所以呢 我们谈了两个 一个吃 一个拉 再来是睡 睡是代表什么 你应该猜到就是睡眠 我曾经做过一集视频关于睡眠的 你对睡眠有何看法吗 是的 每当每天我差不多到十点半左右我就要去睡觉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呢 因为你也许不知道睡觉如果睡得好的话 我们隔天的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它的影响力很大 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去多看看有关睡眠的一些资讯 好 再来就是运 运是代表什么呢 运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运动 你有在运动吗 你喜欢运动吗 你有习惯运动吗 我觉得习惯很重要 一旦习惯养成就没有喜不喜欢的问题了 就没有要不要动的问题 就是很习惯每天就是变成自动了 如果我们能够把运动变成自动的话 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活动活动 要活就要动 你看看有一些人 他的生活品质很不好是因为他自己都不能动 比如说他要坐轮椅 他动的时候需要一些辅助工具 甚至别人的帮忙 那是多悲催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到老的时候都能够自己动起来 有一个运除了运动还有一个叫做运心 就是心情的心 心情很重要 有没有发现到有时候我们做事情 仰赖心情的成分很高 心情我的要求是什么 不是快乐 我觉得有一个比快乐更重要 就是平静 平静比快乐更重要 如何去平静呢 就是要去运这个心 就要跟他和平相处 怎么运呢 有三个方向 第一 能不能让心静下来 因为静下来才能够定下来 静定 最后才能够安下来 安心的安 静定安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能够保持这种静定安的话呢 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你觉得呢 最后叫做学 学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种习惯叫做学习 我常常警惕自己 我的学习啊 不要落入假学习 我也曾经做过一集是有关真学习跟假学习 过去的我常常落在假学习 还好有视频啊 还好做视频的时候 能够让我去评量我的学习到底是真还是假 所谓真就是我学了以后我能输出的就是我能说得出来的 我能说得出来我就能够评量那比较具体嘛 不然学再多都感觉到永远不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我也希望你透过学习以后能够继续的去创作 比如说你可以写作分享录视频录音频都很好啊 甚至你写日记 那也不错 这就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 学习能够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去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评量自己的生活 是否过得好不好 五个字叫做吃拉睡运学 不知对你是否有一些参考作用呢 你呢 你是如何评量你自己的生活 过得好还是不好啊 也期望听到你的留言与我分享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